最初我学佛的时候 年轻了 在办公室里面看佛景 长官同事看到了 这个东西可以看看 千万不要迷了 迷在里面就错了 多少人劝我 以后我放弃中国 这个工作去出家了 多少人惋惜 你看这某人指着我 迷成这个样子 没有一个说我是走错了 走正确路 都走对了 没有 没人说 只有一个防洞的先生 我出家之后 穿着出家衣服就看到了 到他家看到了 一见面 你真干了 我说是 老师不是讲的吗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能不干吗 就他一个人 对 你走对了 就他说的 其余没有一个人知道 到晚年了 我们这些朋友都退休了 哎呀 现在我在说 哎 你走对了 你看 三十年之后 他们才觉悟了 我这个路走对了 你看 他们五六十岁退休了 我八十五岁还没退休 这个行业没退休的 越干越奇迹 佛门当中常说 和尚越劳越值钱 大家尊敬啊 确确实实 这是一个行业 什么行业呢 社会教育 它是属于教育 是属于社会教育这种行业 是属于社会教育 就应该得到